齁齁 歡迎來看 KT叔叔公仔開箱 又來到新的七龍珠意義翻賞 上市前的全公仔估價時間囉 本週六 7月15號 最新的七龍珠意義翻賞 Battle on Planet Namek 這個不曉得台灣的代理公司會怎麼翻譯 KT叔叔就先翻作 納美克星戰役 這樣應該蠻合適的 在我們開始估價之前 KT叔叔先來自己吹一下 上一套歸仙流的盟者 KT叔叔的估價 大部分都蠻準的 特別是大家最想要的 低賞牛魔王 你看看有沒有 準準準 還沒訂閱KT叔叔頻道的觀眾們 還不趕快訂閱起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入全公仔估價的環節囉 首先是A賞 這個經典的鳥三名匪爺裡面出現的畫面 悟空跟弗莉莎 深情的對望著 所以這個A賞 它是兩隻這樣是一組 每一套配率是一隻 KT叔叔預估 一剛開始日版來到台灣 量還很少的時候 這一隻應該要兩千塊 喔不對這一組 那隨著量慢慢的到貨 陸陸續續店家都進貨了 應該會降到一千六左右 最後進來這個代理版呢 我覺得很有可能會掉到一千二 甚至是一千塊喔 那為什麼KT叔叔 預估A賞的價錢不算高呢 我覺得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跟最後賞 是一模一樣的型態 但是最後賞的顏色 悟空衣服的顏色 才是原作鳥三民這個 匪夜裡面出現的顏色 除此之外 就是整個塗裝 陰影的漸層做工 最後賞真的好很多很多啦 所以 KT叔叔A賞的估價就是這樣子啦 供大家參考看看 接下來是B賞 克林 穿著傳統的賽爾蘭戰鬥服 這個非常的經典 而且這服裝造型 真的是沒有出過啊 但是呢 每一套有兩隻 所以呢 KT叔叔 估一剛開始日版 剛上市的時候 來到台灣 應該一支一千二左右啦 那隨著量慢慢的到貨 慢慢的穩定了 應該會跌到九百塊左右 最後最後 代理版上市了 我覺得跌到六百塊 是合理的啦 畢竟這個大小不算大 那做工又算普通 所以 應該就這樣子了 接下來是C賞的 小霧販 跟克林一樣 一起穿著賽爾蘭傳統的戰鬥服啦 那之前有出過一隻超賽的小霧販 呈現一個蹲馬桶姿勢喔 對不對 那這隻C賞的小霧販 每一套配率跟克林一樣是兩隻 所以C賞在勾架呢 一剛開始我也認為說 跟克林一樣 在瘋啦 很少啦 大概要一千二啦 隨著店家訂的貨 陸陸續續到貨了 應該會穩定在九百塊左右 最後最後代理版上市 這個價錢呢 落到六百塊左右 應該是可預期的啦 那這一隻不一樣的是 他的賽爾蘭戰鬥服是屬於傳統型的 肩膀有這個護肩的部分 如果想要補足這個物販這個角色 各種服裝各種造型各種時期的 我覺得這一隻應該是蠻推薦可以入手的啦 YO 在那邊插播一下 KT叔叔收到了第一個超級感謝的斗內啦 哇 感謝這位雙喜大大 歡迎各位正在看KT叔叔影片的你 趕上這位雙喜大大的腳步 用超級感謝的方法 來支持KT叔叔做更多的影片好不好 那還有很多可以支持KT叔叔的方法 我都放在底下的影片說明欄啦 大家自己去看喔 接下來 低賞第二型態的福利莎啦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搶這一隻 每一套 只有一隻 所以到時候我覺得 肯定瘋的啦 這一隻呢 一剛開始呢 我覺得三千五起跳啦 三千五 真的跑不掉啦 畢竟喔 這一隻喔 份量感 一定是非常的足夠啦 再加上整體做工看起來 應該是真的是蠻棒的 好然後咧 隨著台灣店家訂的貨陸陸續續到了 應該會落到三千塊左右 那未來即使代理版上市 KT叔叔認為呢 這一隻再低再低 應該還是要兩千八 原因很簡單 兩個 首先 每一套只有一隻 稀有啦 第二呢 喔 這個福利莎第二型態的景品 就已經很少了 更何況是一番賞 這種份量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稀有度啊 我覺得代理版出來也不會跌到哪裡去啦 接下來一賞第三型態的福利莎啦 喔有夠醜的對不對 福利莎自己本人都說他自己最討厭這個型態的自己啦 可見這真的是非常的醜啦 那這一隻每一套配率一樣只有一隻而已 那KT叔個人認為 考量這一隻份量稍微小一點點 而且也蠻醜的 所以我覺得一剛開始的價錢 可能會比低賞再便宜一點點 大概3200 那隨著慢慢的到貨呢 穩定在2800左右是可預期的啦 那最後最後代理版上市了 我覺得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啊 理由跟前面講的一樣 就實在是沒有出這個景品嘛 應該說很少很少啦 那難得出一個Mustleize的一番賞 我覺得再怎麼低啊 2600啦 應該很難再低下去了啦 不以稀為貴嘛 這大家都懂得道理啦 最後賞 跟A賞一樣 就是悟空 跟福利莎 這個深情的對望的這個經典的 鳥三明原作斐葉畫面 有沒有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對照圖 是不是相當的還原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跟A賞來對比一下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有很多個地方其實都不太一樣 首先 最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前面講到的 悟空衣服的顏色 最後賞 這個才是鳥三明 斐葉原作裡面的顏色啦 那再來呢 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福利莎 這個紫色的地方 最後賞 做的比較像是電鍍期 就是珠光期 會亮亮的啦 除此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不管是福利莎 還是悟空 他們身體啊 這個陰影的處理 很明顯 最後賞 才有處理 你看這個右邊A賞 那個不管是悟空的肌肉線條 還是那個福利莎的那個身體的線條 根本沒有陰影的處理 所以KT叔叔呢 認為這一隻最後賞 不對 應該說這一組 因為他是兩隻是一組 這一組最後賞 一剛開始 在瘋的時候 2500啊 原因很簡單 這個還原度啊 還有細膩的塗裝啊 我覺得會讓 龍珠的老粉們 應該會記戰為了啦 那隨著慢慢的到貨了 那2000塊 應該是可預期的 最後最後代理板上市了 量多到一個爆炸了 我覺得最低 你了不起1600啦 像這一組啊 這麼的還原啊 KT叔叔個人就會蠻想要收的 我相信 各位叔叔阿伯們 你們也是這樣子想的對吧 好喔 以上 就是KT叔叔 為大家做的全公仔 估價的分享 如果喜歡KT叔叔的影片 歡迎大家幫我分享 然後在這個影片點個讚 底下的留言 多歡迎大家 來提出你的想法 我們來交流 討論看看喔 我們一起來 估個價怎麼樣呢 好喔 那我們就到時候 開箱見囉 掰掰